Sony Xperia 1 下一代究竟要叫什麼呢 Sony 給了我們一個滿意的答案 Sony Xperia 1 Mark II 突然間專業感大幅上升不少 確實 Sony 覺得是各家手機品牌當中 在名字掛上羅馬數字 就能直接唸出 Mark II 的品牌 Sony 在這次發表會中 總共推出三款新機 包括 Sony Xperia 1 Mark II Xperia 10 Mark II 以及 Xperia Pro 這次我們一樣從旗艦定位的 Sony Xperia 1 Mark II 相機看起 在 Sony Xperia 1 Mark II 當中 採用了專為 Xperia 1 Mark II 調教的蔡司鏡頭 在相機上 同樣是跟 Alpha 團隊合作 推出了全新的 Photography Pro 並且跟 Sony Alpha 9 的設計團隊 合作開發全新的眼部追蹤對焦 錄影上一樣是跟 Sony 自家專業影像團隊 Zin Elta 合作全新一代的 Cinema Pro 此外更採用了蔡司的 T-Star Coating 增透及抗反射鍍膜 除了可以減少光線反射 也能提供更好的畫面表現 這次在 Sony Mobile 的發表會 也能看到 Xperia 在相機上所專注的重點 都更像專業影像設備靠攏 順帶一提 Sony Xperia 1 Mark II 的鏡頭設計 搭配上蔡司以及紅色 T-Star Logo 真的好看 Xperia 1 Mark II 在鏡頭上採用四鏡頭模組 由上到下分別是 F2.2 1200 萬畫素 12mm 超廣角鏡頭 F2.4 1200 萬畫素 70mm 三倍光學長焦鏡頭 以及這次 Sony 全新加入的 3D i-TUF 景深鏡頭 最後一顆 F1.7 1.7 吋的 24mm 1200 萬畫素 Exmor RS 出鏡頭 在感光元件尺寸上 相較起前代產品大上了 1.5 倍 此外 在相機功能上 Sony Xperia 1 Mark II 推出了全新的 Photography Pro 拍攝模式 採用跟 Sony Alpha 相機更接近的使用介面 可以調整夠多的專眼參數 而在 Xperia 1 上加入的人眼對焦 也再次強化 現在在 Xperia 1 Mark II 上 除了可以追蹤人眼之外 動物的眼睛也可以追蹤 透過每秒 60 次的自動對焦 跟自動曝光的即時追蹤運算 達到相當快的 20fps 高速連拍 除了眼部追蹤對焦外 Sony 也表示 有了 3D iTUV 鏡頭的加入 以及感光元件的升級 在低光下 一樣有非常快的對焦表現 錄影功能部分 Xperia 1 Mark II 也再次強化了 Cinema Pro 的錄影功能 包括支援更高的 2K 120fps 10bit HDR 的高耿率拍攝 最重要的是 Cinema Pro 也提供了 4K HDR 下 可以自由選擇 24K、25K、30K 或是最高 4K HDR 60fps 進行錄製 在介面上則是加上了 Touch AF 觸控自動對焦 手工測光 跟全新的白平衡調整功能等等 錄音上也再次升級 在 Xperia 1 Mark II 上 擁有 Sony 推出的智慧風切聲過濾技術 在錄影時就能針對收音進行降噪 螢幕上 Xperia 1 Mark II 採用了 6.5 吋 21.9 4K HDR OLED 螢幕 在顯示能力上覆蓋了 100% 的 DCI-P3 並且支援 BT-2020 同樣支援導演模式 並且採用 Sony Bravia 電視的 X1 for Mobile 技術 比較特別的是 Sony 提到了在 Xperia 1 Mark II 當中 支援了動態模糊減少技術 在打開這個功能後 能夠以相當於 90Hz 的螢幕刷新率 減少影響延遲 所以究竟是否能夠達到 90Hz 或是開戲後 是否會以全程動態模組減少顯示 邦尼會在後續時機上手幫大家確認 音效部分 Xperia 1 Mark II 保留了 3.5mm 耳機接孔 一樣有跟 Sony Pictures 合作調校的雙喇叭 以及 Dolby Atmos 並且加入了跟 Sony Music 合作調校的 360 Reality Audio 以及全新一代的 DS-11 Ultimate 數微音質還原技術 而在效能上 Xperia 1 Mark II 搭載高通 Snapdragon 865 支援 5G 配置 8GB RAM 256GB 的主存空間 同樣支援 Wi-Fi 6 這次 Sony 也跟 Call of Duty 決戰時刻手機版合作 可以透過 Sony Xperia 1 Mark II 21.9 的螢幕 搭配上 DualShock 4 搖桿進行遊玩 續航部分 Xperia 1 Mark II 搭載 4000mAh 電池 並且支援 PD 快速充電 最值得一提的是 無線充電 現實回歸 此外 Xperia 1 Mark II 同樣採用實體主管辨識器 並且結合電源按鍵的設計 正式回歸 群機支援 IP65 IP68 防水防塵 前後都是採用康寧第六代大猩猩玻璃機身 至於 Xperia 1 Mark II 上市資訊部分 目前尚未公布詳細推出規格跟售價 可以確定的是 Xperia 1 Mark II 將會在台供應 5G 版本 並且在 2020 春末 搭配電信的 5G 正式啟用 同步推出 此外 Sony 也推出了以 Xperia 1 Mark II 作為基礎 提供給專業影像創作者的 5G MM-Wave 版本 Xperia Pro 搭配更強更穩的通訊性能 更好的散熱結構 讓 Xperia Pro 能夠透過 Micro HDMI 連接單眼或者專業攝影機 除了可以作為監看螢幕 最重要的是 透過 Xperia Pro 你可以利用 5G 將拍攝中的影像數據上傳到雲端 透過 Xperia Pro 跟專業攝影機的搭配 讓影像可以透過 5G 的高速傳輸 有更多進階應用 對了 眼尖的觀眾應該也發現了 Xperia Pro 的側框 居然有一個 Pro 的小機標 最後 Sony 2020 的中間定位機種 Xperia 10 也推出了新一代的 Xperia 10 Mark II 許多旗艦規格也同步下放 同樣採用指紋結合電源鍵按鈕 全機支援 IP65 、 IP68 防水防塵 前後也都是康寧第六代大晴星玻璃 擁有 6 吋 FHD+, 21.9 OLED 螢幕 相機上 配置 F2.0 1200 萬畫素 26mm 主鏡頭 F2.0 800 萬畫素 兩倍光學長焦鏡頭 以及 F2.2 800 萬畫素 16mm 三鏡頭模組 採用 Qualcomm Snapdragon 665 搭配 4GB 的 RAM 以及 128GB 的 ROM 擁有 3600mAh 的電池 共有綠、藍、白、黑四種選擇 最後的最後 還是線上每年一定不能錯過的 Sony Mobile 總裁岸田光哉先生 可愛的秀手機畫面啦 好啦 本期節目結束了 也別忘了右上角對全新 Xperia 系列手機進行投票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打開小鈴鐺 即時收到最新的評測通知 當然 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t 找到我們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